食道癌晚期能活多久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浩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外科处置医师 首先这个问题太过于宽泛 首先一个食道癌根据患者的不同 疾病特点的不同 它的生存期和愈后的情况都不一样 食道癌晚期受食道 比如说肿瘤的病理的成分的不同 包括我们侵犯和扩散的程度的不同 包括我们后期治疗的药物和措施的不同 包括我们后期护理的程度和关爱的程度不同 可能对于患者的生存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说 食道癌的晚期能活多久 我们相信对一个恶性肿瘤 无论它扩散到什么程度 我们通过积极合理有效的治疗 无论是对症 还是去积极地解除我们原发病造的这些治疗 还有我们后期一个长期而有效的护理 包括我们去培持患者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 都可以有效地延长食道癌晚期患者的一个生存时间 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但我们相信积极有效的治疗和健康乐观的心态 都可以改善患者的生存期 是这样的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晚期的患者 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 他肯定他的五年生存要略于我们的早期患者 这是我们不争的事实 就像我们刚才说了 他受到比如说转移到的器官的不同 转移程度的不同 甚至这个不同的晚期也有不同的心理的状态 包括患者当时的体质状态 有没有受到其他合并症的影响 都会有不同的 但是整体来说 时代晚期的患者 五年生存期都相对较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